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让更多沉浸在花言巧语中的姑娘明白 日子光靠嘴巴说是没用的 一个嘴里说会一辈子对你好 而生活中处处利用你的男人 从头到尾就不爱你 我和老公赵强是大学同学 我俩是大学恋情 其实在他之前我曾经有过恋爱 我自认为自己不是初恋懵懂 所以听不进去任何旁人的劝阻 我长得还算漂亮 性格也不错 赵强追求我的时候 身边也有别的追求者 瞧见无一例外比赵强要好 但我却偏偏选中了赵强 理由其实很简单 我觉得所有人中只有他对我最好 对我格外温柔体贴 百依百顺 说话办事从来都是符合我心意的 是个农村娃又怎么样 现在不是考上大学走出来了吗 家境不好怎么样 我们从来就没准备啃老 家里兄弟姐妹多又怎么样 日子终究是自己过 以后彼此成家不会有多少牵扯的 我不听身边所有人的劝阻 死活要和赵强恋爱 我就是觉得能对我这么温柔体贴的男人 一定会为我挡住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但很可惜 婚后生活中的风雨 非但不是他来挡住 反而是他带来的 我俩毕业后回了老家 他和我一起在老家的城里找到了工作 我爸妈得知我俩的恋情 花了一点时间去打听赵强的原生家庭 然后得出了结论 不能嫁 苦口婆心劝我分手 说我未来婆婆很势快 充满算计 说我未来婆家条件不好 以后负担大 我要受委屈 可我如何会听这些话 我太相信自己的眼光 我觉得我爸妈就是贤贫爱富 他们不觉得赵强是潜力股 可我不在乎这些 我觉得只要我俩努力 日子一定能过好 一个有钱 但对我不温柔体贴的男人 和一个对我温柔体贴 但没钱的男人 我肯定会选择后者 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 不仅温柔体贴可以伪装 而且我所谓的温柔体贴 其实不是唯一标准 我坚持 最后我俩还是结婚了 婚后不久 赵强提出创业 和几个朋友一起开公司 赵强没有钱 最后还是我回娘家 各种说好话 才凑够创业的起步资金 创业刚开始 大家都知道 肯定是没有利润的 所以家里的大小开支 都是我来承担 我一边工作 一边在空闲时间去兼职 总之为了多赚钱 我身边的同龄人 真的没有我这么拼的 可每次我感到疲惫的时候 赵强就会说甜言蜜语 他一个劲肯定我的付出 嘴巴喝抹了蜜一样 我也就心甘情愿了 并且他总是在我面前 提起自己母亲不容易 现在自己毕业了 连生活费都给不了 赵强眼中有泪水 说多了 我也跟着心酸 一心软 就一力承担了婆家的生活费 以及日常一些零用开销 我是什么时候 开始觉得不对劲呢 是在婚后第二年 婚后第二年 赵强的公司 依然没有丝毫起色 虽然我现在的收入 能支撑家里开销 但我真的很累 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可每次赵强都说 就快要有盈利了 生生堵住了我的嘴 婆婆这个时候 已经从一开始 问儿子要生活费 直接变成问我要了 这倒也好 但原本我每月 给一千五百元生活费 医药费之类的 另外再给 这个金额 在农村 真的足够了 我一直都知道 婆婆拿这个钱 贴补自己另外的儿女 但因为这是给婆婆的生活费 我给了 她想怎么花 我也懒得管 所以就一直没说什么 但不表示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啊 前段时间 婆婆忽然跑来找我 让我从这个月开始 生活费给五千元 我当时就震惊了 这也太多了吧 婆婆这是准备家里 好几口人 都靠我来养了吧 我不同意 但赵强一直劝我 又开始给我 开空头支票 我真的累了 表示怎么说 我都不会同意 并且开始劝赵强 让他放弃创业 安心去工作 以后他的工资 想给婆婆多少生活费都行 赵强不高兴了 说自己公司 就要开始赚钱了 怎么能现在 说结束就结束 这次见面 不欢而散之后 婆婆开始找茬了 如果说 以前只是过来 要点生活费 现在 婆婆带着小姑子和小叔子 住在我们的房子里面 不走了 一副 不给五千元生活费 就不走的架势 还到处和左邻右舍 编排我 虽然 大家知道我的为人 但到底 还是不自在 我真的很生气 我希望赵强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结果 他还挺高兴 说我是自找的 我问他 到底要怎么办 他说 你一个月收入 一万五千元 给我妈妈五千元 怎么就不行了 你早答应 就没有现在的事情 我真的身心俱疲 深深意识到 当初我爸妈 不同意是对的 原来 门当户对 在婚姻中 真的很重要 不是我所认为的 简单 等同于经济条件 而是我们的认知不同 我是因为爱情 所以才会心软 愿意对婆婆好 对赵强好 可在赵强看来 我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他和我结婚了 说几句甜言蜜语 我就应该毫无怨言地付出 我提出了离婚 异常坚决 我说 我给不起了 离婚吧 幸好当初结婚的时候 我爸妈不同意 所以我们的房子是租来的 这要是买了房子 估计现在还要牵扯不清楚 离婚后 赵强没有丝毫醒悟 他结束了公司 因为没有钱支撑了 但他把原因归结于我 纵容婆婆到处说我坏话 在婚姻中 没有考虑我的感受 离婚后 照样没有顾及到我 是我太傻 听多了甜言蜜语 昏了头 希望所有的姑娘 不要学我 不要沉浸在甜言蜜语中 面对婚姻 还是要理性一点 我们都要记住 选择什么样的男人 就是选择什么样的婚姻 也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人生 虽然我们可以及时止损 但伤害还是存在了 所以 还是多听听长辈的建议 不要太感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停